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月的月刊 这个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隐形伙伴在商业关系中 那什么是关系? 像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关系,对不对? 你跟夫妻关系,然后生意伙伴的关系 然后同事之间,或者是跟你的顾客的关系 所有的关系,那到底什么种子可以让我们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的关系是很圆满的呢? 在四五街工作坊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工具 他们叫做隐形伙伴在商业当中 那这个工具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那一个很长远的关系,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的生意伙伴 所有的关系,我们会看到所有的人都对我们很忠诚 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关系 很成功的关系 所以呢,在这个关系,我们要很成功 然后我们要种下种子 是吗?对哦 那我们要如何种下这个种子呢? 那这个工具隐形的伙伴,它其实是有很深的意思的 就是说你在每一天当中,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跟你所想的 只要是你的身体伙伴不跟你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空间里面 你都要时时刻刻的,当作它是存在在你的身边 你所说出去的,就算它不在你所说出去的,所做的,所想的 都不会让它感到很不舒服 或者是不会让它感到很很伤心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隐形伙伴 如果我们要很完美的伙伴 我们必须要很成功的种下这个特殊的种子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有成功的关系 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只是讲了一个工具 那在4月份,27跟28日,2019年在柔佛马来西亚 我们将举办一个四五阶的工作坊 那里面呢,会找到有12个工具 我今天只是讲了一个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到自己的关系 在你的商业当中更成功,很长远的成功 那你就要更加来到这个工作坊,对不对? 那我们在四五阶工作坊见面哦 再见哦,拜拜!